政府着手开发国家数码身份证计划 引发个人资料和银行记录等外泄的安全隐患 不过首相拿多斯里安华今天出面辟谣说 这方面的疑虑毫无根据 他强调在数码转型的道路上 国家必须与时并进 当中包括科技的应用 我们不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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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禁止了 然后我们不禁止了 有信价进股身份证划 这些东西都知道了 他们看了很多的 写真是在这里 如果写真是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听到 有很多 penjelasan dariMusti dariKKD sebelum kita berikan komentar kerana komentar itu akan menjejaskan keyakinan rakyat dan kita akan terbelakang dengan negara lain 数码身份證不是用来 取代大马卡 安华今天在补充 註册数码身份證后 告诉媒体 政府目前 不强制任何人注册 但鼓励公务员响应 这项计划 因为此免援助金 和所有形式的 针对性补贴 都会通过 数码身份证来发放